你要红一点的话,胭脂就多一点点 然后再沾一下这个蓝色,它会变成紫色 那你用那个彩色的那个紫色,调好的紫色没有那么漂亮,所以太鲜艳了 好,你看我们是红紫色 你注意看我们的笔,它是前半段是白色 这个笔度的地方是白色,前面就是紫色的 好,再来我们再来沾一下水,让它有一点点滋润感 然后再来沾胭脂,这个就不调了,只是沾过来 再来沾蓝色,你看我没有柔擦,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要有一个圆弧形 这样子,它才会有一点点垂的那个感觉,你看这里 然后这边可以直一点点,要有一个高低 好,那你以这个中心来为主 好,绕着这个中心来画 好,那我们开始,从这里来 笔拿直,从下面往上画,我们不是从上面往下画 好,你看,从中间,然后这边,绕着这个中心的梗来画 好,这边要圆圆它花苞的样子才会出来 好,你看,有长了,然后这边笔要躺下来,两点重叠 好,一个高,一个低,这样子 好,你看,这边是不是有白色,这边是不是有紫色 重叠,好,动笔度就好,笔尖不要动 好,你看,我们是动后面这个地方 好,你们一定会是这样压 好,但是你记住,这个要转圆圈 所以是动笔度 好,你看,这一串,一串出来了 好,一串出来了以后 好,一笔下去,你看,从浓到淡,它是一去合成 好,我没有一直去沾颜色 好,然后再加水,只是加水而已 然后注意下面是不是像蝴蝶一样有两片 对,刚刚我们有看那个图了 从下面两笔 你看,从下面画上来就好了 好,你看,这样子就一串了 好,再来我们这里还有一串后面的 我们可以单一点点 好,再来沾腌织,沾这个花青 从这个下面来画 它会重叠 好,你这样画 好,那这边也可以高一点点 我再画一串 画一串花包就好了 好,我在这边画好了 好,你看,它是三串在这边了 三串在这边 如果说你还想要有背景 这个饼条淡淡的 很淡很淡 你还可以再来画 这边,从这个背后这样子 这个就不用浓淡了 你看,让它淡淡的在这后面 好,这边也可以再来加一串 好,你看,四五串在这边 就很热闹了 一般你看,我们的紫藤花都是很热闹在那边 然后我们就要来画这个 花地的部分 花地有人画绿色 但是我这里用墨色来画 因为它这个颜色很多 如果说你颜色多于墨色的话 就不好看 不高雅 所以我们用墨色来点这个花地 两点在这个地方 好,用点的方式 这个是像书法的点法 好,你看花地先点 好,所有的这个地方都点 好,接近一点点,两点 好,这边 这边就要淡哦 我们就调成淡末来点 好,因为我们的花是淡的 所以我们的花地应该也就是淡的 所以不要那么浓 好,把它点起来 好,那我们现在要画这个 它的中心的那个梗的部分 接支的部分 那有人是画绿色,我还是画墨色 好,我用墨色来画 好,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从这个大串 这个地方 中心这样下来 一笔下来 然后从这里接过来 你看,这个中心 那我们刚刚有看到 都是从中间出来的 对不对 那我们从中间这样子出来 你可以高低 但是不能从这里再分支哦 这一支不能再分哦 一定是从中间出来 你可以有点交叉 或者是这样子来 交叉就是以前以后 那这边都可以补起来 你看 不一定要每一颗都要接到 你大概加就好了 不用说每一颗都要接到 那这边也有 好,你看 你看 这个都要顿笔哦 要顿笔才会好看 好,你看 好,你看 这边中间 好,你看 这一串花全部完成了 好,那我们就要加叶子了 好,那我们就要加叶子了 把这一幅把它画起来 好,你中间可以按掉 好,休息一下 好,累价 好,我现在 folding了 这个人 我有一个空边 好了 好,你啊 好,你看 好,你看 いこう 有了 你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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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